现在养宠物人真的越来越多 那养狗的人也多 那看了熊爸孤狗 甚至我身边的朋友 开始会有些问题 比如说他觉得 哎呀真的养狗真的好棒 看我们分享这么多 开始希望想要养狗 然后就问我说熊爸 那我现在想要养狗 请问有什么狗狗可以推荐 养什么品种比较好 其实呢 我劝退比我建议他们要养狗 来得更高 也就是说我经常教大家是不要养 你没有准备好 没有具备某一些条件 千万不要养狗 养狗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Money Money 养狗要花钱 大家都说这个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它就不是事情 但是没有钱 它就是一件严重的事情 它每天的这个吃饭啊 用的啊 甚至生病看医生啊 将来尤其狗狗一定会老 那老了生病 花钱的机会自然就很高 那还有比如说教育啊 上课啊 训练 是不是也要钱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有一个预算 你要去做好功课 知道它大概可能要花你多少的这个费用 第二个 这个养狗需要时间 因为我常听大家说熊炮我真的很忙 我真的没有空大家散步怎么办 我真的没有时间 没有什么没时间的啦 其实呢如果有上过我的课或跟我接触的人都知道 我教大家的已经是很省很省时间 最省时间的 但是它要不要时间 还是要啊 你每天还是要播一些时间 大概多久 可能要一到两小时以上 像我们常讲散步要三次 怎样三次 上班前一次下班睡觉前就是三次 每次十分钟二十分钟 如果你养猫家里设定好 也许它就乖乖的 但是你还可能还是要常拿豆猫棒跟它玩 但狗不一样 狗狗它的这辈子就是只有主人 它最需要就是在主人的身边 它要的就是主人会花时间在它身上 所以你就要想 那我现在是不是每天上班前 我就要早起床 你的小孩想要养狗 你就要告诉他 那你每天就不能赖床 你放假 你就要想 你是可以出远门去玩吗 还是你的狗狗都要带着 所以时间就是很基本的 第二件事情 但是当然 我还是要讲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很忙碌 很多时候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可能没有时间 那怎么办 那就要花钱 怎样花钱 你要找保姆啊 要请朋友帮忙啊 送去这个旅馆啊 安亲班啊 你要花钱让别人来带地里陪伴他 第三点 养狗狗需要的是什么 空间 其实说真的 养狗空间真的要很大吗 我们也不是让狗狗在家里 像运动场一样 让他在家里跑来跑去 让他在家里运动 不是 其实狗狗的活动是要到外面的嘛 所以家里基本上 是不用真的多大 但问题是 是不是也要有基本的 可以好好休息睡觉的地方 是不是一样要准备一个地方 可以放他的围栏 还是可以放他的运输笼 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 那当然他一定很辛苦 所以这个空间就很重要 另外像香港除了家里小之外 他们很多公园地方是不能带狗狗去的 像大陆有些地方平常是不可以随便出一六楼 那当然台湾很好 公园或是很多地方狗狗都可以去 可是你仍然要想 那我今天狗狗养在这里 那我进出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要走过什么路 那附近是不是有哪些空间 适合让我们狗狗去散步 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对你的狗狗的生活的空间 环境要能够掌握 知道那我今天如果要养狗 在你还没狗没到家里之前 你就要先想想 那我的狗将来要在什么位置休息 然后呢 在什么地方吃饭 他的厕所应该设计在哪里 那外出的时候呢 该怎么走 有哪些地方可以带狗狗去散步 这些都是你在养狗前 就必须要去注意跟知道的 当然我们有说 我还是要讲不是要很大 但是家里至少你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休息安全感的空间 这是重要的 第四点非常重要 就是家人的支持 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过去常讲一句话 狗的问题就是家庭问题 当然有的单身自己 那就是自己的一些状况跟问题 可是经常都是跟家人住一起 这个养狗是全家人的责任 我还上课你知道 上课的时候夫妻就在我面前吵架 这个老公就跟我说 熊爸 这是我老婆要养的 你看你看 他就是这样 呃呃呃呃 然后呢 这个老婆就跟我说 熊爸你看 他爸都不爱他 就两个夫妻在那里吵架 你想想看 这小孩会幸福吗 所以当如果你的家里面 有家人的时候 一定要跟家里面沟通好 因为养狗是全家人的责任 我的上一批的狗跟养熊山中间 其实是空了两年 为什么 空两年 其实我一直很想再养 那为什么空了两年 因为其实当时 我的老婆她是不同意的 因为狗狗走了 她很伤心 她觉得要再养 她很难接受新的 所以我也没有急 那我在养熊山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的女儿放假 她要一起加入 我们熊山的幼犬的时期 一起的一些训练 所以我当时养熊山的时间点 就是在六月七月 有两个月 她要加入帮忙照顾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家人反对 或家人不喜欢 真的要好好考虑 因为我也常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熊爸 我家的狗跟家人都很好 唯独跟爸爸不好 就是只咬爸爸 当然我也愿意帮忙 可是它绝对不是单方面的问题 那你爸爸愿不愿意 一起来上课 愿不愿意一起加入训练 如果他愿意 当然我们就有机会处理 那如果他常常跟我说 我没办法 我爸就是不喜欢狗 那狗狗叫你爸 那是很正常的 所以家人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点 就是要做功课 什么叫做功课 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狗和熊号Google就对了 因为里面其实讲到的东西非常多 别人家的故事 其实就很可能是你家的需求需要 所以养狗前 你一定要做好功课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 你狗公还没来之前 你可能就已经要先想 我的狗要怎么样生活 然后我的时间怎么安排 那他要养在哪里 然后我们的家人 大家的责任该怎么分配 然后该做什么事 是不是要做围栏的训练 容内训练 然后散步 然后我该买哪一些工具用具 哪一些胸背带牵绳是对 我现在讲的都是 我已经拍过的东西了 我跟你讲 大家有时候生气骂人 就是这样子 导战的人越来越多 每一集我都要提一下 不要再给我按导战了 我跟你讲 但是我还是要说 你没有具备这五项 你就不要养狗 尤其现在可能有的常会讲说 这个我爸妈年纪大了 我希望找一只狗陪他 我的小孩一直急着吵着要养狗 然后请你们在有这样的想法之前 先认真的看这一集 然后好好的拿个计算机算一下 对不对 拿个图纸画一下 做一下功课 再来决定 那这个时候 你真的再来问我说 要养什么品种 还是你去做一下功课 哪一些品种比较合适 我觉得那是后面再说 因为重点 仍然不是在这些狗狗身上 而是在每一位态度正确的主人 才是最重要的 台湾就是太容易养狗 然后又太容易丢狗 才会造成这么多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音乐